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好,继续回来投资界道的时间 Ronald最近的油价、金价表现也挺厉害 油价之前升过上九十几元 虽然现在下跌了一点 似乎可能会变成中东方面的问题 油、金价方面也同样是这个原因 其实如果这些商品价格一直上升的时候 当然油股和金价是会大一段时间受影响 但是有一些相关类型的股份都会受到影响 是呀,其实很多的行业来说都受到这些能源的影响 其实有一样东西就是食物方面都很受到影响 比如我去耕种的、开采、种植木、小麦、玉米或者一些养牛那些都需要一些原料或者需要一些东西 所以他们本身的成本都高了 成本高了就将这个食物价格通过了 就是转移到我们的消费者 或者是我们之前的生产食物那些 比如饭店、餐馆、面包的公司 就令到这些商品价格有影响 是呀,刚才你提到那些可能农夫 比如他们用来耕作的一些机械 其实全部都要入油而已 如果这些的价钱高了的时候 可能他们生产成本就高了 相对其实可能这些生产成为原材料如果贵的时候 可能再加工食品的公司 他们的成本又增加了 一路层层的转移 没错,有时是两头影响的 除了食物价格高了之外 全球对食物的要求都高了 你知道现在全球的重点都是放在中国那里 中国人,即是里面的人富幼了 譬希,你最近富幼了 你可能会吃少点面包,吃多些什么 可能吃多些牛扒,吃多些肉食 所以其实在全球对肉食的要求也都昂贵了 所以过往我们叫软性商品包 包括小麦和玉米 现在肉食的消费也都昂贵了 是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之前几间公司也都说到 譬如星花咖啡 星花咖啡、星花咖啡、麦当劳、卡夫食品等等 其实他们也都已经说到 现在那些商品价格是这么贵的时候 对他们的产品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 对他们公司的运作或者成本也都增加了 大家变成了可以多留意这些相关类似的 是的,我相信在很多这些公司来说 早期阶段来说 就会把成本自己叫做吸收了 就不要把货品提高的价钱 但慢慢地发现利润顶不住了 就会把这些成本转价在消费者身上 就要起价了 现在出去吃东西 现在吃饭或者买菜全部都昂贵了 那市民的经济力就开始有点感觉 是的,讲完这个话题 不如又讲一下跟RSP有关的 好,最近RSP的时间 很热 其实差不多到期了 没买的朋友都要趁早 我们之前在节目也有讲过 这个REIT就是房地产的一个信托 作为RSP的其中一个投资策略 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 都说想了解多些这个REIT 例如如何运作 或者究竟怎样可以去买到 不如Ronald跟你解释 好,其实这个房地产的信托的公司来说 就好像一个基金一样 只不过基金来说 主要投资的类型都在和房地产有关的行业里面 有些公司有些REIT的信托基金 就把钱放在一些商业的楼宇那里 譬如有些叫office building 给你自己去开工的商业写字头 有些投资在哪里呢 投资在商场 譬如你最近去消费的商场 都很多时候是REIT拥有的 另一类的REIT 就投资在一些叫什么呢 叫做apartment building 就是整栋的住宅楼宇那里去收租 当你投资在REIT的时候 就要留意一下 这个叫做房地产信托基金 是投资在什么类型的楼宇上面 都直接对你的风险和回报有影响 是的,但相信就主要分为 住宅和商业大厦来分较 其实会不会说商业大厦的回报 有没有机会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你觉得很没错 商业楼宇的回报 投资这些信托基金 应该用一个心态 就是你自己买个楼宇去看 投资在地产上有两种 投资在商业楼宇里面说 那个升幅的机会是大一点 但相对来说 它跌的机会也大一点 就是风险大一点 投资在住宅方面来说 你可能在里面 就不仅是看那个升幅 就要看那个每月的收租 所以一个是赚取那个升幅 一个是看他的那个叫每月收租 所以看你的投资者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你需要那个建金楼的话 可能投资在住宅的楼宇会好一点 如果你纯粹是想摸摸它升的话 就可能商业楼宇会好一点 可不可以和你大概说一下 这两者的回报 就是一般来说大概是 分别有多大 当然很好 如果在住宅来说 我相信由8%至10%一年 那个叫做现金回报 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就是住宅方面 因为就当你好像买了一间 房屋就出了一样 但如果商业未说 就很难说了 可大可小 可能你由一个不太赚钱 到十几十开 这个我就回答不了你 所以在投资者来说 要认真留意一下 你自己想要些什么 如果年纪越大 可能你就不要太拼搏 就放一些可能 慢慢稳定回报的基金里面 你刚才说过去哪里买呢 其实有几个地方可以买的 第一个就是通过你的投资 那个叫做financial advisor 问他去哪里买呢 有些就直接跟那个叫做reit的发行商去买 这两类都是其中一个 第三类就通过一个叫emd extended market dealer 这三个都是比较多人用的 一个途径购买的reit 是的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参考 留意一下 都可以跟你自己的投资顾问 去多点了解一下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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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